來打扮準備出門 很小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這一陣子啊 我的工作就還蠻忙碌的 但其實有很多時候我都是蠻想要分享 我的一些想法或是一些生活片段 因為其實我現在也沒有什麼時間可以煮飯啊 或者是做一些真的是很 比較長時間的事情 但是我就真的還很想要分享一些現在生活的不一樣 可是它就不適合在60秒的影片 所以我就想了很久 然後昨天晚上我就終於下定決心 一週或兩週就把這些紀錄都記下來 然後我直接把它拍成YouTube 因為我生活比較碎 所以我覺得紀錄在YouTube應該會蠻適合的 對 大家都不知道 我就試試看 我也沒有經過YouTube 有啦 我分享過兩支 但那都是一樣 就是因為片長太長所以才放上去的 那如果我有煮飯 或者是說我有一些料理 有資訊的那一種 我就還是會想要把它剪成60秒放在IG 但我覺得現在我生活中有個 我應該想要放在這邊 然後我昨晚就在那邊想 然後我想說為什麼不要想到隔天開始做 如果說之後真的是錄不下去 或者是不明原因失敗的話 那就也沒關係 但我就覺得我今天一張開眼睛 我就要開始執行這件事情 跟你們分享 然後我用薄膚 然後吸收進去 我最愛的咖啡機 超好喝 我已經喝掉草豆罐了 這個 超好喝 看一下這個早晨 沒了 天啊這杯好濃喔 我沒有牛奶了 冰箱也沒了 一下子已經吸收好了 這是我的早餐 等一下忙一忙一晃眼 就中午就可以吃午餐了 所以沒有很痛苦 快要睡覺了 欸我快出門來 現在穿的是水褲 然後換我的魚尾裙 好漂亮喔 欸這樣看不到 天啊 天啊好美 好美 你看走路的擺動 這樣子 哇這個魚尾 我這些顏色 終於都確定那個版本了 修改超多版的 而且因為第一次做衣服 所以就花很多時間在打這個版型 老實說真的沒有那麼容易 但因為我覺得 裙子 能夠這麼百搭的也不多 所以我覺得很值得花這個時間 我覺得裙子真的超方便 我自從自己做的這個時候 我就沒有在穿褲子了 因為他休閒的衛衣也可以搭 毛衣也可以搭 然後 那種春天冬天 都可以搭 超不違和 然後因為他的料子是這種 就斷面的 所以他可以混搭材質 比方說比較休閒的材質 混搭他 就會有種高級感 然後如果你是一樣用斷面搭配他 就有一種 正式感 所以真的是 進可攻退可守 就我應該想不出第二件 這麼讚的東西了 非常喜歡 這是我在我那時候去巴黎 第二趟的時候 我去小黃宮 那小黃宮那邊裡面 甚至是古蹟 可是他是有 可以坐在那邊喝咖啡 看風景 然後我正前面那一桌的女生 他就是穿 這個顏色 的開叉魚尾裙 然後我回台灣 一直找一直找 都找不到那種 有左前腿開叉的 對不對 一般都是走那個 正側面開叉 可是就是 我就是找不到他那一件 但是我就記在我腦海裡 那我就買不到 然後我就塗 欸 塗發奇想 想說 那不管自己來做 結果我成功了 超美 好我要出門了 掰掰 如果記得 在心竹 你吧 我會覺得 我可以 你 我會想要 你 這個超超級無敵霹靂 好吃 啊 超棒的啊 它這個蒜香啊 咬下去它那個蒜汁 喔 超級香的啦 天啊 這麼真好吃了啦 我不是喜歡吃絞籠包的感覺 超好吃的 不好意思給你吃 吃到裡面這樣爆開 好冷喔 天啊 超冷 今天是寒流來 瞬間 我昨天從大概十八十九度 然後晚上變十六度 今天變十度 好冷 現在已經是晚上十點半了 我就是 我覺得我是一個 好吵喔 先關掉 我先講好了 好 終於安靜了 我覺得我是一個工作還蠻密集的人 就是 比較急 所以我就會 工作來一件做一件來一件做一件來一件做一件 然後不是會覺得就會很晚了 所以其實從早上睡醒 我比較晚開始工作大概十一點 十一點到晚上十點 這樣中間這樣密集工作 其實我到十點多就會 徹底去拖 因為蠻久的 這樣是幾個小時 好 現在沒有辦法痠 對 反正就是這樣子 對啊 所以我現在就是 發抖狀態 如果像以前的話 我這個時候就會跑去吃東西 然後就會緩解我那個 有點累過頭的症狀 但是 也是因為這樣所以我胖很多 所以我現在就是 這樣累 我就趕快去洗澡 洗完澡我就趕快睡覺 這樣 對 我來卸妝 這妝子超貼的 用這個卸妝膏 然後剛打開發現 它已經用完了 這是已經我用掉好幾罐了 用完了 所以我要用另外一個 這個是會發熱的 它叫小橘 不到算非常常用 但是突然想到會去買來用 因為它是特別適合冬天 它在臉上這樣按摩 會有熱熱的感覺 就是很溫暖 它有個綽號叫溫暖小橘 哎呀天啊放屁 它也快用完了 這樣橘色 乾橘香 其實這個 比較不適合卸眼睛 另外一瓶對我比較適合卸眼睛 但這個卸起來皮膚很溫暖 今天有沒有辦法拍youtube這件事情 我覺得真的很有趣耶 它重新燃起我記錄的熱 熱忱 因為我之前就會去想說 IG一支60秒 我希望那個節奏 是可以讓大家無負擔的把它看完 所以會盡量濃縮 但是因為我現在生活 就沒那麼有趣了老實說 就都是工作局多 然後也沒有什麼完整的時間可以煮飯 我以前再累都可以煮飯 但是現在這個真的是 腦淚心淚 所以 就不太一樣 但是自從我想到拍youtube可以 讓我這樣子講廢話紓壓之後 就很期待有這種空檔可以來講一下 然後來拍片這樣 啊天啊我現在 現在才加入youtube 我今天沒有力氣遮衣服了 然後現在是1點半 然後 彈流來了 我開暖氣 歡迎大家 我跟Ember訂的四圍肉鋪來了 它這個超容易搶到缺貨 所以我就是給它訂了八包橫隔膜 很瘋 哇 我的肉鋪 河河河河真的超好吃 但是不是 不是那麼多肉鋪都有賣 所以如果有看到的話 我很推薦 擠瓜 喜歡薄的還厚的 剛剛好 好 順風烤箱 你看我寒流還是穿短褲 要讓我隨時就可以擦乳液 哇這個超好喝的 我要先吃菜再吃 超好吃 這是我最愛的好喝的 沒有之一 我真的超喜歡吃好喝的 欸它有 我現在的頻道 這還是我選舉的時候的照片 765追蹤 最可怕的來了 你們看 你看 這什麼呀 看起來好青澀喔 這不過是三年前 你看我現在被摧殘成什麼樣子 摧殘成什麼樣子 早安 很好吃喔 我這次把沙拉換成一枚的低脂沙拉 是一枚嗎?喔不是是桂冠 桂冠的低脂沙拉 吃起來有點不習慣 因為 就沒有那種很 板得的那種沙拉味 但是 也比較清爽 還可以還可以 我應該要慢慢習慣 就是 除了牛奶我還是維持全質之外 其他我能夠選 就是更輕盈的版本 就可以嘗試 不用習慣 下一條就會很正常 真的嗎 為什麼 你也喜歡原本的喔 對啊 結果吃起來是不是感覺好像沒加什麼東西 對啊 真的齁 吃飯 嗨大家 我現在工作休息一下 我今天看起來好成熟 不知道是顏色的關係還是耳環的關係 反正總之呢 我這幾天在 這兩個禮拜都很忙 然後因為我禮拜天 準備要出發去韓國 一半工作一半玩樂 因為我之前有團購一個唇膏叫AOU 結果我現在擦了這個 賣的反應很好 然後廠商就邀請我去給專業的彩妝師上妝 用這個AOU上妝 那剛好這個時候算是我的公司的淡季 因為其實接近過年了 該忙的事情都忙的差不多了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 嗯好像可以 我就排了一個稍微比較長的時間 結果我剛剛 我昨天就查 因為台灣突然就寒流來嘛 大概就是下探5度這一種 韓國竟然是-15度 然後體感是-25度 我就很難想像 因為我從來沒有 沒有看過下雪 然後我也從來沒有到那麼冷的地方過 我頂多去歐洲 頂多最冷就是-1度 就從來沒有那種比冰箱還冷的狀況 所以包暖衣我也不知道怎麼準備 因為很困擾 就覺得那個包暖衣 就我很難想像那個落差 所以 沒什麼經驗 天啊 我其實搬來這邊 去年10月搬過來的 同時 包含了這個空間可以當我的工作室 所以我就沒有另外再去住辦公室 就等於說我把住辦公室的預算 跟住家租金的預算 全部集中在一起 就住了現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呢 它的採光很好 我也有感覺住進來之後的整個效率啊 還有作息都變得更好 就有越來越早起的感覺 就很自然很自然 我都沒有趴不起來的問題 就覺得這樣感覺真的很舒服 不過以前就沒辦法 以前就預算不夠 就只能接受那樣的沒有陽光的房子 大概我到台北住了幾乎都是沒有什麼陽光的 對啊 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啊 只能說 就 後面 如果有要住辦公室的話 我真的很推薦直接住在住家 只是說你的作息你自己就要注意一下 就 反而是不要怕偷懶 反而是怕你會太累 因為不自覺就會一直工作 覺得說欸反正在家 然後沒有工作可能反而會有點心虛 那就是這樣下去 好啦 因為我男友他出去運動 我們兩個運動的時間是分開的 我們請而是同一個教練 但是我們是不同天 就我們是各自做各自想要 就是想要練的部位 好 現在休息一下 我要先去弄杯咖啡來喝 然後 現在幾點 現在幾點 嗯 現在下午 大概1點半 是我休息的時候 然後 我大概在3點過後 我就不喝咖啡了 因為這樣會影響我的作息 我會睡不著 所以 我想喝 我就是現在趕快再去喝一杯 好 走 這我在英哥買的 我之前去英哥老街 然後他們有很多賣這種 看起來超級高級的 結果很便宜 我就買了很多有加盤子的 用到現在欸 大概 絕對超過10年 我很推薦英哥 去買這一些這一種 不輸給那個古詞欸 當然啦 它是不一樣的東西 但我就覺得 天真天生活品味上 它是很加分的 超美 我有機會再去英哥的話 我應該會想要添購一些新的 這種 這種盤 用有花紋的 欣賞吧 B OK吧 其實不太適合 穿這種高領 或者是 圓領 我後來才發現 因為呢 我的臉是圓的 是那種 有肉的 那種有肉的臉 如果我穿那種 細肩帶啊 或者是這邊 有露出來的V領啊 很明顯看起來臉就會比較瘦 可是如果我穿這種 就會 很顯胖 很短 我會很短 身體比例本來就很短了 對 那沒辦法 我要保暖 所以只能這樣子 所以如果說 有得選的話 以及天氣許可 我就是V領為主 不然就是這樣子 摸字型 U U字型 那種細肩帶 看起來就這裡 這一塊會比較延伸 我的手擦護手霜 不小心太滑 我剛才拿它的時候 整個這樣 欸 流手 討厭 我要去擦一擦 先要來 耍廢 休息一下 然後等一下 等我男友回來 跟他討論一下事情 然後再跟別人開個會 然後再來準備 開完會之後的東西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然後 晚上 可能出去走走 然後回來 我就要收行李了 沒關係 我喜歡吃他們的香 我覺得這次 書座House的飯啊 像這個 真的很像客家種 滑坡做的那種客家種 嗯 超像的 好好吃 我來打打Vita看 羽絨衣 我要來看我最喜歡的 Bugger 因為我覺得它很帥 羽絨衣 我也想看看它有沒有出 穿起來超美的 好 這件好像比較符合我現在的需求 嗯 還蠻辣的 這邊 拿下來 要蹲下 穿棉被的感覺 但很暖 它只有這個顏色 剛剛看了 然後基本上我覺得那間價格也還可以 但是我還是想去多試一下幾間 所以羽絨衣的話 以後如果是冬天出差去比較寒冷的地方 我就用得到 所以我覺得 這次我想要 直接買一個比較實用的 超美的 它有腰身 有腰身射鏡 其實我覺得羽絨衣沒有我想像中抽的 這件也蠻好的 它有一點居然不奇怪 這件我抽不下來了 我這件好好看喔 錯了 男友配一套情侶裝 拿穿這件 現在等結帳 獲得貴貴水 其實要不是他拿那件給我看啊 那個版型 我應該是不會拿來試 所以真的試穿很重要 這是我第一次買這麼貴的衣服 因為它是機能型的 然後我覺得 跟Zergoose的 電源 超級 用心 對 很推 現在準備泡澡 天氣超級冷 現在準備要來洗完臉然後浮動了 我要來當Youtuber了 說真的雖然是換個形式但我還蠻不習慣的耶 沒關係但其實我現在很對於決定拍長片Vlog這件事情 我覺得還蠻 蠻興奮的 就有一種做新的事情的感覺 去年其實我經歷了還蠻大的變動 應該算蠻大的吧 就是本來要搬去巴黎 然後都在準備了 很多什麼律師也找了 各種 然後都在進行中 然後後來 因為一些原因 又決定說 好那邊就都不要了 我要回來台灣 因為台灣有 就是有一些不同的機會 所以 就去年真的是很動盪不安 就沒有那麼穩定 然後分享 就是每天日更這件事情 就對我來說 就是變得比較有壓力一點 因為實際上 我並不是那麼的chill 就我的狀態 還蠻緊繃的 所以 就後來我就停更了一段時間嘛 然後到後來 因為這樣 竟然也經過一年了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然後今年我就 開始有比較放鬆 因為很多事情都有上軌道 比起過去一年的我 今年的我 已經 又知道更多事情了 所以呢 現在我就比較有 心情上的餘裕 可以來做 舒服的分享的這件事情 之前其實很多事情 沒有辦法分享 因為我覺得那個太 緊張了 對我來說 那個狀態太緊張了 我覺得 就那個分享可能 不是一個最適合分享的狀態 新的型態 這樣子 好 希望大家會喜歡 然後我也會持續更新 好 那今天的影片圖先到這邊 大家下次見 掰掰